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網路跟媒體快速的發展 那基本上網路跟媒體上面的內容 其實會影響選民投票的意向 就不是只有傳統的這種民調指數 會去影響選民的意向嘛 那例如說 網路媒體或是各種也許YouTuber YouTube頻道所做的這種 街訪民調影片 他會訪問路邊的民眾 那去詢問民眾對候選人的看法 那過程 其實他這個過程就不像傳統認知的民意調查 有嚴謹的問題設計啊抽樣啊 物差值啊等等可以參考 但是事實上這個影片傳播的速度更快 也更方便民眾來瀏覽 那但是問題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些影片其實他們自己很多都說 這是民調影片 這樣子的影片算是民意調查嗎 在你的認知裡面 這個過程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要匯計 匯計這個結果 他這邊問一個 那邊問一個 這邊再問一個 他把這個過程 他的結果匯計起來 有一定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定義的民調 所以你現在還是在解釋說 把這個直接定義成民調嗎 我比較會傾向認為它是 那如果今天我要提醒 如果主委認為這個是民意調查 那你就必須要趕快去處理嗎 等於就是說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他們是不是就應該要針對法規上的規範 有一些規範 然後開開法的要開法 我在這邊要求 因為選舉真的剩不到一百天了 是不是中選會應該要盡速去釐清 剛才講的這個問題嗎 因為你剛剛說了 罰不罰也不是你現在講了算嗎 那等於就是說你是主管機關 你應該要在這裡釐清 執法機關的態度 一定是非常嚴格的 來執行相關法律的規定 不容許有矯陷的情形存在 那其實你們針對這個部分 目前我看到也沒有加強選擇 因為這幾年我們就看到很多 新型的一個民調的型態 有人用街訪的方式 那甚至有人在直播室裡面 然後你電影拍到的 大家來做很多 五花八門透過聊天室的民調 來投票或者街訪 這些都沒有去載明 我們選舉辦理法裡面 所規定的這一些規範 頂多都是所以從上面 看到一些疑惑 說這個幾個人 幾次誰 幾次李進隆幾個 幾次李德偉幾個 幾乎都是講這些而已 那這個都是有一點 大家覺得說 跟現行法有所憨格的地方 特別提出定理 我們會注意 好 老師這樣 是不是大家 我支持 賴清德也不能講嗎 那現在是要大家都晉升嗎 我連支持誰 我都不能講 這樣子核線嗎 現在有兩個話條 就是總統 副總統顯霸華52條 跟公職人員顯霸華53條 那剛剛李進隆這個委主委 您的學弟 對 對 這個後一班的 他是有講會計 會計這兩個字 那表示如果有做會計的話 其實才會涉及到民調 所以民調是要有會計 那如果是個別的話 那表示個別意見應該 應該就不會涉及到會計 也不會涉及到民調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是表示還意見 所以這個就是構成要件 這兩個條文的構成要件 要變成民調 一定要有個會計 就是你要把它做一個 會計在一起 多少比例啊 然後多少樣本數啊 誤差值啊 這個才叫民調 那這個是解釋民調 那我覺得不應該 就是說產生寒蟬效應啊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已經造成寒蟬效應了 以前這樣子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這個案子 其實有法力的解釋 其實解釋這兩個話條 總統副總統顯霸華 還有這個公職人員顯霸華 他有明白的講叫會計 就會計的情形才會構成這樣 如果是個別意見就沒有啦 老師 因為我們這個網路上 有很多人喜歡到街頭去問 現在四個候選人 你要選誰 那大家講完 都講完各自的發表之後 我不選 我不要再選民進黨 不要再選賴清德 這種意見也不少 那加上雲爆小公主事件 像是這個推擠 這個中天記者的事情 也是鬧得很大 那所以呢 現在是一講出來 這個方法之後 我們平常網路就不會記啊 不需要會記啊 那現在變成說 我只要認定你是民調的話 那你就要會記 你要表示說我是個別意見 個別意見 解釋民調 好 沒關係 我們中天也都有 照著這個法條來走 我們所以一定要把法條 換出來 那有沒有說 會進入到民意調查 一定要在法條 那個所謂的法條 明白規定 有些根本不是民意調查 你就不能說是民意調查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關鍵的理由 民進黨關中天還不滿意 還想管制網路 鉗制言論 消滅所有反對的意見 台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份力量 出發